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税务会计上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田立朱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邱锤昌 很高兴的 今天由我们两位老师来说课 那本讲次要为同学介绍的是 营业税 营业税 它是源于民国三年 在那个时候营业税 它的扣税范围只有13种 所以在当时我们称为特种税 那营业税它是在民国20年6月13号 公布实施的 而当时我们制定了13条的法规 那扣税的范围 也仅仅限于一般的工商业 而对于像工厂 银行 或者是合作社 公营事业等等 我们居民扣征的 然后直到了民国74年11月15号 我们将营业税改为以加值型营业税为主 但是对于少数性质特殊的一个营业失业 我们仍然适用于原来的总额型营业税 然后我们到了民国90年7月9号 我们更名了加值型及非加值型营业税 由此可知 我们现行的营业税的制度可分为两个体系 最主要的是以加值型营业税为主的 并兼裁非加值型营业税的部分 那本课程要为同学来说明的有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营业税的意义及特征 第二个要说明到营业税的扣税范围 第三个要来说明到营业税的纳税义务人 最后一个要来说明到营业税的减免税之范围 那以上是本讲次的课程大纲 那么我们首先要来探讨的是营业税的意义 营业税指的营业人在中华民国境内来销售货物 货饶物以及进口行为均应该要扣增的一种税 那营业税它是自90年的7月9号更正为 也就是更名为加值型及非加值型营业税 并从92年的1月1号从地方税来改为国税 那可了解到我们的客宗范围 它分为加值型营业税以及非加值型营业税 那么我们来比较这两种的税率有何不同呢 好 那我们先来探讨的是加值型以及非加值型 那加值型的一般的营业人 它的税率是在5%到10% 那目前我们的税率它是适用于1%的 那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加值型所扣的一个税率 一般的话是相同的一个税率 再过来要来探讨的是非加值型的 那非加值型的我们来介绍三种的一个行业 第一个是金农业 那金农业它适用于2%的税率 而在保险它是适用于1%的税率 而对于像特种饮食业 这个部分分两个部分的税率来做说明了 假设有女陪室的酒店或者是茶室 那么它适用的税率是25% 那如果没有女来陪室的 像夜总会或者是俱乐部 那么它所刻的税率是15% 再过来非加值型的第三种类 也就是分三个部分来介绍 第一个是小规模营业人 那么这个税率它是适用于1% 第二个是农产品的承销人 那么它的税率是适用于0.1% 第三个也是去年我们营业税法所增定的小规模营业人 是指的是视觉功能障碍者自按摩业 那么它适用于1% 那从这个表格我们可以发现到非加值型的税率 它是采差别的一个税率来扣增的 那以上这是这两者的一个比较 再过来我们要来探讨到营业税的特征 那这部分我们来请邱教授来做说明 营业税的特征 营业税主要有两项特征 那第一个是它是一种消费税 第二个它是一种间接税 那首先我们来看它消费税 这个消费税它主要的含义是 针对这个营业税法第一条的一个规定 针对我国境内销售货物或劳务 以及进口货物或加以克税的一种行为 因此这个营业税它主要是 针对营业人销售货物或劳务 所克征的一种所谓的零售税 那现在目前我国的零售税 除了这个营业税以外 包含关税印花税或者是货物税 这些都是属于我们所谓的消费税 那有关间接税的部分 它的含义是指说纳税人 他将这个税款加租在物价上面 借由这样或者是其他种方式 转嫁给消费者 那将这样一个税款转嫁给消费者 负担他的税额的部分的 那这种就是属于间接税 那主要就是说 这个完税的这个税捐 跟他负担的税款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 不一样不同的人 那主要的譬如说关税 还有这种营业税 这个都是属于这个间接税的部分 那这是主要营业税的特征 那我们再请田教授来帮我们说明 好 我们了解到营业税的特征 那这个部分我们在其他课本 也会讲到说 营业税它是属于转手税 转手税的意思 也就是说 假如会把税来移转给移 那移也会把这个税来移转并 最后移转到谁呢 移转到我们的消费者 这个最主要是对于营业税的一个特征的部分 再过我们来探讨到营业税的种类 那营业税的种类可以分为单一阶段的销售税 以及多阶段的销售税 那什么叫做单一的阶段的销售税呢 它指的是有一个阶段以上的一个销售行为者 那么它仅对于某一个阶段来的一个销售行为来扣税的 这个叫做单一的销售税 那我举个例子来做说明 假设我们生产了商品叫做制造商 制造商把这个商品卖给了批发商 批发商又将这个商品卖给了零售商 那零售商把这个商品卖给了销售者 那么我们只有针对销售者 转手到消费者这个阶段来扣税 这个就叫做单一销售税了 那么我们再过来要来探讨的是多阶段的销售税 它这部分我们的特性有分为五种 第一个是多阶段的总额扣税方法 第二个是违缓租税的中性原则 第三个是重复扣税 第四个是税上加税 最后一个是违缓量能原则 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再继续来做说明 同学我们继续来说明到多阶段的销售税 那多阶段的销售税就如我刚才所举例的 我们从制造商把商品卖给批发商 批发商再卖给零售商 再由零售商来卖给销售者 那个这个每个阶段我们都必须要扣税 这个就叫做多阶段的销售税了 那我们这个的特性有分为五个 那我们逐一来说明什么叫做多阶段的总额扣税方法 那指的是如刚才所说的 我们每个阶段是才以总额来扣税的 而不是才加值型来扣税的 这个就叫做总额扣税的方法了 那我们再来解释到违环租税中性原则 为什么多阶段它会来违环呢 最主要的是因为多阶段的销售税 它扣税的方法是货物没转一次税 它多要扣一次的营业税 那么前手的一个营业税 会含在于货架中成为次手的税基 然后再被扣税了 那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对于小规模的一个分工专业的经营者 是非常不利的 可是对于大规模的一贯作业 它是非常有利的 那这个就像是变相的在鼓励企业 来从事缺子的合并了 而干扰了企业对于经营方式的选择 这个就违环了 主税的中立性原则了 再来要解释到的是重复扣税 那重复扣税指的是 我们相同的一个税基 被扣了两次的税了 这个叫做重复扣税 那什么叫做税上加税呢 指的是我们前手首付的税 会含在我们的税基中 然后再一次的被扣到税了 这个叫做税上加税的部分了 好 那再来我们要来解释到 违环量能原则 那什么叫做量能原则呢 指的是我们纳税义务人的 租税负担能力 是以依照我们纳税义务人的 一个租税负担的能力来为 依据来缴纳他的税额 可是我们的营业税 它会经由税上加税 以及重复扣税的一个方式 而造成了我们的消费者 来负担过度的一个营业税 这个就违缓了我们的量能原则了 好 那以上是对于我们的 都这一段销售税的特性的说明了 过来我们再来介绍到 营业税的扣税范围 那么营业税的扣税范围 它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指的是 境内销售货物或饶物 第二个指的是进口货物 第三个是视为销售货物或饶物 那境内的销售货物或饶物指的是 营业人在中华民国境内销售商品 我们必须要扣税 因为营业税它是属于属地主义 再来是进口货物 也就是从国外进来的商品或者饶物 在中华民国必须要扣税 再来第三个 视为销售货物或饶物 那首先我们要来了解 什么叫做视为销售货物或饶物 它指的像我们的企业自己生产商品 或者是我们在国外进了设备或者商品 我们自己要使用 那么我们要把它当作销售开立花票 这个叫做视为销售货物或饶物 那这三者都是属于我们扣税的范围了 再过来我们来请邱教授来为我们说明 视为销售货物或饶物的会计处理 那视为销售货物或饶物的会计处理 我们分五个种类来说明 那首先第一个种类 这个是有关这个营业人 以它产制进口购买供销货 使用的这样一个货物 它转供营业人自己用 或者是以其产制进口购买供销货的这个货物 它无偿移转给他人所有者 那这个主要是说一般购买进来的货物 应该当成销货 可是它没有当成销货却给自己用 或者是说无偿来移转给他人 这种情况的一个部分 还是要当成这个销售货物或饶物来处理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这个例子是有关台中公司 它库存提用的商品一件成本是5000元 市价是6000元 送给这个员工庆生 那这个会计处理要怎么处理 这个就是主要就是种类医这个部分 就是说它虽然是送给员工当庆生 可是它这个本来是属于它的商品要供销货用 所以虽然送给员工 它还是要有这个销项税额 不能够做这个扣底销项税额来看 所以一样要依照它的市价来开立统一发票 所以我们的分路大概是这样做的 就是我们存货已经给 就是这件商品已经给员工 那所以原来存货是资产在借翻 那现在就是已经给员工 所以就带掉 所以带存货5000元 那另外就是说这部分必须要按照市价 这件商品的市价来克这个销项税额 所以市价是6000 那我们知道一般营业人 他要克5%的营业税 所以6000乘以5%就是300 所以就带销项税额300 就借这个给员工的福利 所以借这个职工福利5300 那这个就是这个种类主要的一个分路 那在第二种 第二个种类我们来看 它是有关这个营业人 它在解散或废止营业时 所愚蠢的这个货物 或者是将货物抵产作为这个清厂债务 分配或者是与这个股东出租的这样一个 做这样一个用途 就是将它原来的货物作为抵产债务的 那这个也是必须要将它作为销售货物 或者是劳务来处理 然后刻以营业税 然后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是一样是台中公司 它从库存里面提用的商品 它一件成本是5500元 那它的市价是6000元 那这个部分它提用出来 主要并不是用来卖 而是用来抵偿债务 抵偿这个短期借款这样一个债务 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说 两个交易来合并的 第一个就是说 你先将你的货物商品卖出去 然后再利用这个卖出去的 所赚的钱来还这一笔债务 那我们会计上是可以把它合并 就当成是同一个交易 那分路怎么样处理呢 那个分路主要就是 我们现在有一个销货 将你的商品卖出去 所以产生销货收入 销货收入就是市价 就是6000元 所以代销货收入6000元 那根据这一笔销货 我们会有必须要刻意 营业税百分之五 所以6000乘以百分之五的营业税 那就代销项税额是300元 就是6000乘以百分之五 这一部分的卖出去的 我们是用来厂还这个短期的借款 所以就是负债就少了 短期借款这一部分 就借这个6300元的短期借款 那因为你或你的商品或已经卖出去 所以你的存货就要转成销货成本 所以另外还要再加一个分路 就是贷存货 将存货卖出去了 所以存货减少5500元 就贷存货 然后另外又将存货转为销货成本 那就借销货成本5500元 这是第二个种类 就是用这个存货来作为这个厂还债务使用 那也必须要刻意营业税 那第三个种类是有关贷购的一个部分的 那这个种类主要是说 营业人他以自己的名利代为购买货物 交付与委托者 那以实际的代购价格来开立发票 也就是说这样一个情况 他的货物必须要用代购的价格 一样要刻意营业税借以开立这个发票 那主要的例子我们来看 这个是101年的8月1号 假设说台中公司他委托台北公司代扣电脑20台 那每台的售价是6000元 那佣金以代购的售价的10%来计算 那台北公司他的会计处理是要怎么样去处理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再回来看分录这一部分 好 那我们就来看这个部分的分录 刚刚这个说这个81号台北公司是受委托来代购这个电脑 那81号台北公司他所必须要做的分录大概是这一部分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代购货品 它实际上就是说必须要按照它实际价格来开立统一发票 而且这个发票就是说分录上面也要加代购这两个字 然后再交付给委托人 所以上面的分录我们可以看 那就是有关代购存货的分录就是代购存货12万 12万就是我们原来的每一台的售价6000 然后代购20台 所以6000乘以20台就是12万 这有关代购存货的部分 那当然这个代购存货这一部分是要必须要用这个刻意营业税的部分 所以会有肖像税额 那上面必须要注记有关代购 然后交给委托人 所以会有一个肖像税额代购 那这个也是刻百分之五 所以12万乘以百分之五就是6000 就是说代肖像税额代购6000 那所以这两个部分合起来就是这个对方科目 借方就必须要有借这个应收代购存货的部分 像委托人应收这个代购存货款这一部分 就有12万加6000就是12万6000 那另外在佣金收入的部分 他帮忙代购他会收取佣金 所以这个台北公司他会收取这个佣金收入 他上面说是代购售价的百分之十 所以12万乘以百分之十就一万两千 所以台北公司他会有佣金收入一万两千 那这一笔佣金收入当然要刻税 所以他会有肖像税额就是一样百分之五 就是一万两千乘以百分之五就是600元 所以肖像税额有600 那这两项会替台北公司产生了一笔应收收入 叫应收佣金收入 那就是一万两千加上600 就是一万两千六百的这个借应收佣金收入 一万两千六百 那这个是主要第三个种类的部分 那再来看这个第四个种类 它是有关代销的部分 就是营业人他委托他人代销货物者 那这种代销货物者我们一样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这个例子是101年8月1号台中公司 那委托台北公司代销他的电脑 一样二十台 那每台成本是五千元 那市价是六千元 那佣金是以他销售额的百分之十来计算 那台中公司在101年8月20号 共销售的十台 那问说台中公司他怎么样做这样一个会计处理 那在81号就必须要做一个分路 那这个分路就是要考虑到代销的部分 那他必须要刻意营业税 所以我们的分路我们来看 那在81号的时候 那就是因为他存货已经被计销 所以他存货的部分就少了那个十万块 那就是每一台成本的五千乘上二十台 所以有十万块存货 那这个存货就变为这个计销存货这一块资产 所以就借计销存货十万块 那这个计销的部分 这一部分就是要按照实价来开立统一发表 所以那市价是六千 那乘上二十台 所以他总共有十二万 那十万乘以百分之五就是六千 所以有销向税额有六千 就代销向税额六千 然后再借这一笔这个应收的部分 应收继销税款有六千 那这个是台中公司 他委托别人代销货物 他必须要做的一个会计处理 那最后一项是 跟这个代销也有关 是换成 对象换成是台北公司 台北公司 那这种类主要是说 因为人他销售代销货物的时候 以约定受托的代销价格 必须要开立发票 那这个我们一样来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刚刚一样的例子 就一样是台中公司委托 台北公司代销电脑二十台 那每台成本五千 市价六千 佣金是按照百分之十计算 那这主要就是说 台北公司他在八月二十 他总共销售了十台 他问你说 那台北公司在八月二十 怎么样做这个会计处理 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分路 这个分路只要就是 台北公司他有帮忙卖出去 不过这个不是他自己公司的存货 所以他不能说任劣销货收入 他是帮人家代销 所以这个要代一个成销 这一个科目 就是成销 总共每一台是六千元 成上他总共帮人家 成销了十台 所以有六万 所以代成销六万 那成销这一部分 当然卖出去要缴税 所以有代销项税额 那三千块 这个就是我们卖的六万 乘以百分之五的营业税 所以有三千 所以他总共有产生的这个现金 就借现金六万三千 这个是有关代销的部分的处理 这个有关什么样的市伪销 或劳务的这样的会计处理 我们就讲到这边 那我们再请田教授来将往 帮我们讲后半部 好 我们谢谢邱教授 那从这个几个例子 我们可以发现到 市委销售货物或饶物 它平常是以成本来入账的 但是在开立花票的时候 必须要按照十价来开立 那什么叫做十价呢 也就是你当时的市场价格了 那再过来要跟同学说明的是 什么人来申报 什么人来讲纳税款呢 这个就叫做纳税医务人 那我将纳税医务人分为四个种类 第一个是营业人 第二个是收货或者是持有人 第三个是买塑人或者是代理人 最后一个是货物的持有人 那什么是营业人呢 指的是销售货物或劳务的营业人 那这营业人必须要负责来缴纳 以及申报 那什么叫做收货人及持有人呢 指的是进口货物的 境内的收货的人 以及持有人 必须要负责来缴纳以及申报的 那满塑人以及代理人 指的是外国的事业或机过 然后在我们境内 它没有固定的营业场所 那么必须要由满塑人或者代理人 来申报以及缴纳税款的 那货物持有人指的是 当我们的一个商品的转难 或移转 那么它的身份不明的话 那么必须要由货物的持有人 来做申报 以及来缴纳税款的 再过来我们常常讲说 营业人营业人 那营业人我们可以分为下面三种 一个是以营利事业为目的的 公营私营或者是公私营事业的 我们通称为营利事业之营业人 第二个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机构 团体组织 有销售货物或劳务的 一般我们通称为非营利事业之营业人 那最后一个是外国事业的机构团体组织 那在中华民国境内之固定营业常守 我们通称为国外事业之营业人的部分了 好 那我们再过来 要来探讨的是减免税的范围 这个减免税指的是 一个营业税的优惠 那这个优惠我们有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适用于零税率之货物或劳务 指的是营业人从事外销的商品 那这个零税率它是需要扣缴的 那么它的税率是零 好 那净向税额它是可以扣底的 也可以来退税的 那这个是对于零税率的货物 以及劳务的说明的部分 再过来我们来探讨的是 满征营业税之货物或劳务 那指的是政府为了来促进社会福利 提升了教育文化 而对某一些特定的劳务或货物的销售 所享有的满税的部分了 那么它是不能扣底的 也就是它的净向税额是不能扣底的 但是它享有满税的权利 好 再过来我们要来探讨的是 进口货物满征的营业税 那么进口货物的部分 像我们的金块 金钉 这个都是享有满税的一个权利的 那我们来根据这几个范围 我们它适合哪一些的法规呢 那例如像适用零税率的货物或劳务 它是适用于营业税法的第七条 那么满征的营业税的货物或劳务 它是依据营业税法的第八条 那进口货物满征的营业税 它是适用于营业税法的第九条的部分 那以上是本讲次的课程内容 我们谢谢邱教授 谢谢同学的收看 微电影节精彩作品随身观赏 手机APP免费下载 还可抽iPhone 5S等大奖 相信上网搜寻微电影节 我们下期再见